今天我们学习第六节 并阴并激章的第六节 教材163页 灵书百病史生篇 这一篇教材有节选 我们现在讲第一段 就是163页那一段 这一段呢讲的内容是 并因不同所伤异味 并因不同所伤异味 我先读一遍 皇帝问于齐伯约 父百病之始生也 皆生于风雨寒暑 轻失喜怒 喜怒不解 则伤脏 风雨则伤上 轻失则伤下 三不知气所伤异类 愿闻其会 齐伯约 三不知气各不同 或起于阴或起于阳 请言其方 喜怒不解 则伤脏 脏伤则并起于阴也 轻失喜须 则并起于下 风雨喜须 则并起于上 事为三不 知其淫移 不可胜数 下面串讲 皇帝问的问题 是从那个百病之始生 讲起 说很多很多的疾病 皆生于风雨寒暑 这是一类 都是由于风雨寒暑 作为病因引起的 或者是轻失喜怒 轻失就是指了寒失 喜怒就是泛指其情 也就是六阴之邪 再加上喜怒其情 这是治病的 最重要的原因 喜怒不解 则伤脏 喜怒是七情啊 这个喜怒可以说 是代指七情而言 七情治病 首先伤人内脏之气 伤人五脏之气 七情分属于五脏的嘛 所以七情过激 首先伤五脏之气 也就是说伤于内 风雨寒伤上 风为阳邪 雨从上寿 雨从上来 上面降下来 所以伤人上步 轻失则则伤下 失冷 轻是寒呐 轻就是寒呐 寒失之邪 在于下步 所以最常侵犯人的下步 所以寒失则伤下 三步之气所伤一类 上 下 中 中 中就是内脏 这三步之气所伤 邪气是不同的 所不同的邪气所伤 愿闻七会 那么想 想怎么样 才领会 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个事实 也就是说 七情伤葬 风雨伤上 寒食伤下 这是现实 治病 最常见的 就是这样的 引起的 那么怎么领会 其中的道理呢 可愿闻七会 齐博回答说 三步之气 各不同 上边所说的 风雨伤上 轻失伤下 喜怒伤葬 这三步之气 各不相同 其病或取一阴 或取一阳 上属于阳 中属于阴 下 对上而言 也属于阴 当然下步 如果对内脏而言 它又属于阳 总之可以分成阴阳 或取一阴 或取一阳 请言其方 那么请让我讲一讲 它的大略 方是方略 大略的意思 下面就是言其大略了 说喜怒不解 则伤脏 脏伤 则病起于阴 也 五脏是属于内 藏于中的 所以五脏呢 是 伤于五脏的 就是病起于阴 轻失喜虚 如果 寒失之邪 侵犯人体 当然 先有人体 正气之虚 邪气才能 侵犯 这也还是 所谓的 邪之所凑 其气必虚 先有虚 这叫 轻失喜虚 则病起于下 失邪在于下部 含为阴邪 风雨喜虚 则病起于上 刚才我说了风威阳邪 雨从天降 那么 先上人的上部 世卫三部 这就是所说的三部 虽然是 分成上下和中 这样三部 但是呢 至其淫义 不可胜数 如果它 扩散开来 淫是亲淫 疑就扩散 散开 那么邪气要扩散开来 不可胜数 那它侵犯的部位 就是很复杂了 这个很复杂 就是说 失也可以伤中 失也可以伤上 本来说 失 含时喜虚 病伤于下 那么它 弥散开来 扩散开来 失邪也可以伤中 失伤脾位 也不少见 失伤于痞 失困清阳 影响头脑不清醒 头臣 所谓淫于失 守如果 也有 所以它说 至其淫移 不可胜数 那是会很多的 至于风邪 那就更善变 忧走了 侵犯的部位 就是更复杂 但是基本上 是风雨伤上 寒失伤下 七行伤中 伤脏 知其淫移 不可胜数 那是变化了 所以呢 虽然知道 三不知气 所生异类 又不能交致 就是说 拘拟住 不变 想问题 就是死下了 想了 那就不对了 还有淫移 还有扩散 这一段呢 串奖 就是这样 翻过页来的 164页理论阐释 理论阐释提出的问题是 理论 是这个病因 与发病部位的关系问题 这里的病因 是按三个来说的 风雨 寒失 其情 所以 按这三个病因不同 把发病又分成三部 这是一点 再有一点呢 也有人认为内经的病因分类 是分成两点 同样是根据本段这句话 喝起于阴 喝起于阳 认为起于阴的那个病因 那就是阴邪 起于阳的 引起阳分病变的那个病因 那就是阳邪 根据这句话呢 也有 也有的医学家认为 内经病因分类分两类 那么说成分三类的 就是刚才这个说法 上上上下上中 所谓三不直气 咱们理论阐释当中说 三不直气的分类法 为后世医学家认识病因 奠定了基础 张忠景把病因 按其传遍概括为三条 所千般趁难不越三条 一者经乐受邪入脏腑 为内所因 耐者所说的内因 二者四肢酒窍 血脉相传 拥塞不通 为外皮肤所重也 这是外 没说是外所因 为外皮肤所重 三者防使今日重受所伤 就是第三 以此详之病由兜进 这金贵要略的话 张忠景时候呢 分成三条 是这么分的 内所因 和 外为皮肤所重 或者说 防使今刃所伤 我们现在常说的三因 内因外因 不内外因 那是按照宋代陈吴泽陈言 三因基因病症方论 简称三因方 这部书里提出的 所谓三因学说 到现在诸一界还是在掌用 那就是六因天之长气 冒之则先自经乐流入 内和于脏腑 为外所因 六因 六因虽然是长气 但是他过激 或者人体的正气太弱 就成为病因 所谓外所因 就是所说的外因 其情人之长性 动之则先脏腑愈发 外形与肢体为内所因 其情 本来是人之长性 但是动之过度了 那就先伤脏腑 这和本段所讲的道理是一样 喜怒自伤脏嘛 他这也说动之子先伤脏腑嘛 先自脏腑愈发 然后可以外形与肌体 到形体上表现出症状 为内所因 就是从外入的 首先伤外 也可以传入脏腑 从内发的首先伤脏腑 也会表现到 形体上的病变 第三是 欺入隐尸鸡饱 呼叫伤气 金创伪辙 助武辅着 胃压逆等 又被常礼 为不内外因 这是所说的三因 内因外因 不内外因 是宋陈吴泽提出来的 这个理论上的分类啊 大家对这个分类的 医学史吧 医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这里我还要再强调说一遍 因为这个问题 我们在讲太阴阳明论里的 说过了 所谓风伤于上 时伤于下的问题 你看这这段又提出 这样的同样的问题 几乎是 风雨伤上 寒诗伤下 其实这个问题 还是在强调 所谓同气相求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的理论 传统哲学观点理论当中 就有 哲学理论当中就有 同气相求这个理论 所以我们内经所提出的 是跟古代的哲理 是一回事 同气相求 这是在事物当中 很常见的一种规律 我们很多同学学的时候 是同性相斥记得清楚 那是学的物理 学的物理学 有同性相斥的现象 但是就整个的 宇宙社会而言 同气相求 也是很多见的 物理现象 也不都是 同性相斥 这个异性相求的 物理现象也不都是这样 你比如水是属阴的 水就向下流 哪有湿 它就奔哪流 这不也是个物理现象吗 所以物理也只是有一些 什么电呢 瓷吧 是同性相 同性相斥的 异性相吸的 所以物理现象 也不都是这样的 所以 再强调一遍 同性相求的这个观点 在中医理论里边 还是很重要的 校园再看这个林正 指要 林正指要 咱们提出的是 喜怒不解 则伤脏 风雨则伤下 情失则伤下的问题 三不直系 所伤异类 说明邪气不同 所伤人体的病位不同 还是所说的 同性相求的问题 因此人体各个部位 对病邪 它有 易感性 所谓易感性 这个邪气就容易侵犯 那个部位 或者这个部位 就容易接受这种邪气 就容易受到这种邪气的侵犯 所谓易感性的问题 但是这种易感性 很大程度上 从本篇所讲的 还是讲的 同气相求的 这个易感性 那临床常见有 风雨之邪 伤人 大多始于头面部 咽喉部 如风寒头冻 秋拗喉壁咳嗽等 而久居阴冷湿地之人 长期水中作业者 则腰酸骨壁 深重 脂疼 多见于下肢的病症 这是从临床实践当中 就有这种情况 喜怒不解 做或见两邪脏痛 泛酸土鸥 是肝气欲解 肝部两邪 肝的经脉部两邪 泛酸土鸥 酸微木之位 欧吐 是肝位不合 木刻吐了 所以说这是肝气欲解 肝气如果横力犯位 肝气横力犯位 对 就引起欧吐 甚至吐血 为肝气欲解 横力犯位 这是一句话 或见胸痛心烦 心肌气腻 这是心气壁足 或见神志狂乱 沾网昏帽 为心身淡散 都是气机的腻乱 直接影响到五脏功能 这里只指出了甘心二脏 举例指出甘心二脏 确实 欺情治病 常见与甘心二脏的 气机的紊乱 不是说其他气机不紊乱 但是我说常见 比如说我们说恐伤肾 那不也是欺情 肾脏也可以引起紊乱 教材呢 从林郑指要上呢 只是重点的提一下 喜怒的问题 因为教材就说的喜怒不解吗 当然喜怒我刚才说了 是代指欺情而言的了 这是第一段 三不知弃所伤异味 第二段 164页那段原文 是两须相得则病 这是发病的问题 两须相得则发病 这是发病的理论 两须相得则发病 我先读一遍 皇帝曰 与故不能数 故问先诗 愿促文 其道 其博曰 风雨寒热 不得虚 邪不能毒伤人 促然 风 既风暴雨 而不病者 盖无虚 故邪不能毒伤人 此必因虚邪之风 与其身形 两须相得 乃克其行 两时相风 众人肉肩 其重于虚邪也 因于天时 与其身形 参以虚实 大病乃成 弃有定舍 阴处为名 上下中外 分为三元 串讲一下 与故不能数 因为上门说了 至亲阴仪 不可胜数 这是是的 确实 各种病因 在弥散开 扩散开 那关于所侵犯的部位 确实是非常复杂 所以说 一顾不能数 顾问仙师啊 所以要问问老师 这里是指的 齐博了 这个太素上 做天师 因为称呼仙师了 好像都是 老师逝世了 才称仙师 所以太素 做天师啊 看来作为天师 而且咱们 有著啊 杨善善又说 天师是尊之好严 是尊称 是皇帝对齐博的尊称 因此这仙师啊 应该是按太素 做天师比较好 愿醋文之 这个醋是全尽 全面的意思 完全的意思 我想我全全 完完全全的 听听其中的道理 愿文其道 愿醋文其道 它叫尽文其道 习博越 风雨寒 风雨寒热 不得虚 邪不能毒伤人 这说了 风雨寒热 这些六阴之邪 其实这风雨寒热 还是六阴之邪 代指 不得虚 如果是 没有人体的正气虚 没有遇到人体正气虚 它就不能单独的伤人了 也还是说 邪之所凑 起起必须的基本道理 这句话呀 过去巨斗也这么巨斗过 说风雨寒热 不得虚 风雨寒热 不得虚邪 不能毒伤人 也有人这么巨斗过 就把这痘号 斗在鞋子后边 那个虚呢 就变成虚邪了 那样的解释呢 就是风雨寒热 它没有成为虚邪的时候 就不能单独伤人 也就是它成为邪气的时候 才伤人 不过我们今年巨斗 都是斗在不得虚 因为全断的意思啊 其实就是讲的正邪 两方面的问题 有正气虚 又有虚邪 这才能发病 所以因为下边有邪 不能毒伤人了 上面是不得虚 不得人体正气之虚 也就是说 六阴之气 风雨寒热 如果没有正气虚的话 即使它是邪气 它也不能单独伤人 还是有人体正气之虚 为其内因 为其基础 下面解释了 说突然 季风暴雨 而不病者 突然的 咒风暴雨来了 也有人不病 就是说 突然的咒风暴雨 暴雨来了之后 很多人容易得病 容易得外感之病 但是他也有不病者 为什么那个人不病呢 盖无虚 就是他本身正气不虚 所以呢 尽管有 季风暴雨 他也可以不病 故邪不能毒伤人 所以说 前面说的邪不能毒伤人 也就是说 必须有正气之虚 邪才能伤人 此必因虚邪之风 与其身形 两虚相得 乃克其行 怎么样才能发病呢 这其实就回答 怎么样才能发病的问题 此发病啊 必须是 有虚邪之风 邪气 这个虚邪 就是泛指邪气而言 或者泛指六阴之邪 叫它虚邪 虚邪是对着 是对着石风来 来言的 有虚风 有石风 虚风就成为邪气了 所以又叫虚邪 石风呢 就是正常的气候 这风也不单是风 就指气候变化吧 气候变化 虚风呢 就是不正常的气候变化 石风呢 就是说正常的气候变化 在这个灵书的九宫八风天里头 还谈过 他说从其冲后来者 为虚风 解释这个虚风啊 从其冲后来者 就叫虚风 怎么叫从其冲后来呢 比如春天应该刮东风 冲后来 相反了 春天本来是刮东风 结果刮了西风了 这不冲后来了吗 春天本来是东风来的温风 结果从西风过来的凉风 这样的话呢 就叫就把它叫做虚风 就从其冲后来者 为虚风 但是这里头我们说 虚风的来是这么来的了 那个解释 这是泛指邪气而言 泛指六阴之邪而言 也就此必因虚邪之风 这是说发病啊 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有虚邪之风 有六阴之邪 第二个条件是有其身形 有人体作为一个前提 作为一个基础 两虚相得 也就人体正气得虚 形体的正气虚 或者说行虚也可以 正气虚说是行虚也可以 行虚一般而言 在这种情况下 也说是体表 体表阳气不足 肌腹疏松 这叫行不足 形体不足啊 是指的阳气不足 肌表疏松 这也叫虚 两虚相得 也就是说有虚邪之风 又有身形正气之虚 这两虚相合了 相遇到了 两虚相得 相合相遇 乃克其行 这个邪气啊 才能侵入人体 克于体内 流于体内而成病 这个这句话 这是发病的一个重要的理论 两虚相得 乃克其行 这发病的重要理论 如果是两十相风 人体的正气 人体的正气十 六气的变化 也是十风 正常的气候 人体挺健康 正气充足 形体不虚 自然气候变化正常 没有什么特殊的 所以就两十相风 这两种情况存在的话 众人肉肩 那么很多人都很健康 肩就是坚固了 肉肩是指的皮肤肌肉的坚固 致密 而不容易受 也没有邪气侵犯 一是气候正常 赫说没有邪气 这个概念上说 二是人体的正气很充足 形体很固密 所以众人肉肩 那就没有病吧 两十相风 众人肉肩 就没有 受不到邪气侵犯 其重于虚邪也 那么有重于虚邪而生病的 被虚邪所重 其重于虚邪也 被虚邪所重的时候 是什么样呢 因与天时 天时时长 运气时长了 天时时长 与其身形 或者说 同时又有人体的身体之虚 天时时长 或者说是气候时长了 又有人体正气之虚 这个参与虚 这个参与虚实 其实呢 这就是虚了 不是不是虚实 就两虚啊 就是两虚啊 相参合 相参也是相合 这个虚实二字啊 实际上是个虚 本意是虚 或者叫偏意负词 是虚的意思 大病乃成 这样的话呢 就形成为 形成了疾病了 或者说外感病 那就形成了 正气虚 加上有虚邪存在 那么两者相合 就形成了外感病 气候定舌 因处为名啊 邪气侵犯不同的部位 所以定舌 停在什么地方 因处为名 因他所侵犯的部位不同 而有不同的病名 邪气停留在什么地方 那个病名就叫了什么 看来是以病位命名的 这一段呢 我们就串讲完了 这一段应该是既熟了 或者说是背下来 因为它是个最基本的 发病的理论 中医的发病理论的 最基本的观点 就是政协相互联系 政协相关的问题 这个因处为名的问题啊 我接着这个 因为我们串讲完了 接着因处为名的 这个问题 这句话呢 再谈一下 我们内经 中医特别是内经 从内经开始的 关于疾病的 命名的一些情况 或者几个方面 也不是整个介绍 不是介绍内经 关于病名的 命名问题的 全部的理论问题 只是介绍一下 有一些这样的情况 什么命名的呢 以病位命名 这个讲得很清楚 因处为名 病在哪 那就叫什么病 再肺就肺病 再肝就肝病 因处为名 第二个 第二个 由于 以病因命 以病人的命名 伤寒就伤寒 中暑的叫中暑 有湿热的 湿温的就是湿温 根据病因来命名 根据阴阳多少命名 这个在六解大象论里头有 因变以证明 他那个因变以证明 就是根据阴阳的变化 来证定其名 还是阴多 还是阳多 比如太阳病 少阳病 其实这些个是按阴阳多少命名 当然沙哈论里头六经病 太阳病 沙阳病 阳明病 那有人说是经脉的病 有人说是部位的病 有人说是阶段的病 但是就太阳少阳而言 他本身是按照阴阳多少来定的 所以根据阴阳多少来命名 再有就是根据症状命名 比如伪症 那就是症状 微软不用吗 那就是伪症 有的根据病基命名 病基 我们这张讲的说病因病基吗 根据病基命名 比如说避症 那就是根据病基命的名 避这避言 就是避子无通的意思 避基就是气积不畅 避子无通 气血运行不通 那是病基的命名 还有的就是综合起来 把上面哪个不同的组合 命名的 比如说 胸壁 心壁 肝壁 这个避症 这就把病位和病基联系起来了 有的又把症状 刚才我们说有症状命名的吗 有的把症状和别的联系起来 比如说 刚才说伪症 骨尾 筋尾 脉尾 五脏尾 那就是又把症状和病位联系起来 至于头痛 什么心痛 那同样是症状和这个病位联系起来 所以就从内经看呢 关于疾病的命名问题啊 也有这样几个方法 我现在看一下已经有六种了 病因的 病位的 阴阳多少的 症状的 这个病基的 还有综合 或者说综合起来的 联系起来的这个这个命名方法 所以在内经里头命名的方法很多 而且这种命名方法 现在我们在临床上 大致还是这么用 还在这么教 当然目前又有这个中西结合的方法 把西医的诊断联系进来 真作为诊断 这是关于 涉及到这个因 气有定舍 因处为名问题啊 谈到了关于疾病的命名问题了 这篇看教材的 165页 这个关于虚邪的问题 关于虚邪的问题 虚邪是八正之虚邪器 八正之虚邪器 八正是指什么呢 对八正啊 有两个解释 一个解释 就是八解之正气 从时间角度解释 八解之正气 八解是什么呢 是四历 历春历夏历秋历冬 二分春分秋分 二至冬至夏至 这叫八解 八解之正气 这叫八正 那么按这个解释呢 是按照时间上 节气上来解释的 也就是这个八解时间呢 气候时长 那叫八正之虚邪了 八解之正气 要变成虚邪了 就是八解这之气 异常了吗 按这种解释的 这种解释的根据呢 在素问有八正神明论 素问的有八正神明论 就是基本是讲的这个道理 这个马元台马石啊 在这个皇帝内经 素问著正发威里头 就是采取的这个方法 就采取的这个观点 来注释的 就是按八解之正气 来注释的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解释呢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呢 是认为这个八正啊 是说八方之风 是从空间上来讲 刚才那是从实践上来理解 是八解之正气 这个呢 是从方位空间上 说八方之风嘛 这叫八正 八方大家知道了 就东西南北 再加四语 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 四方四语 这个解释可以不可以 也可以 它的根据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 灵书的九宫八封篇 它主要是按方位 当然也和季节有关系 但是它主要是从方位 这个素问 素问极注 皇帝内经素问极注 这个书我今天没带来 就张志聪的 清代医学家张志聪的 皇帝内经素问极注 就是集体注释 他和他在若干的学生 一块注释的内经 注释的素问 注释的灵书 他在这个注释的时候 他就是按着这个 八方之风来注释的 这种解释也行 所以对这八正之虚邪呀 关于八正二字 至少有这样两种解释 都是正确的 一个是以时间为主解释的 一个是以空间为主 但以空间为主 其实也联系到时间了 所以我说这两种解释 都可以 所以说虚邪是八正之虚邪气 也说明反常的气候条件 所产生的使人治病的因素 如蜀田寒凉 东行夏令 东行夏令 有冬天热呗 你说冬天热的时候 倒是不多呀 但是他也可以相对来说 温度高嘛 这是所说的 治而未治 应当冷不冷 应当热不热 治而未治 或者不当热 比如春天就突然热起来了 那就是未治而治 治而不治 所谓未知不济 该治而不治 气候该到这个节气 他不来 那就不济 不治而治 那就是所谓的太过 讲的运气的太过 不济 比如说秋天 刚秋天突然冷起来了 很冷 那就是太过了 冬天还没来呢 冬起先到了 就是太过 都是一种反常 当然在五韵六气的 这个这个 内经的五韵六气 几篇里头 讲这个问题 讲得很突出 咱们引了 引了 除了引了这个 灵书碎路篇之外 那不就是引了这个 六元政绩大论吗 就讲运气 专讲运气的 这篇章的话 那么是讲的虚邪问题 是讲的邪气 称人之虚 而侵入人体的问题 所以这个 咱们在教材里头说 气候反常啊 以虚邪喜人 其性暴烈 致病性强 邪症斗争剧烈 实证较多 外邪侵入人体的时候 实证较多 突然的邪气侵犯 也并有 逐步深入之势 当机体抵御能力 降低的时候 虚邪则可乘虚而入 甚至长驱之路 反之身体强壮 畏气顾表 奏理顾密 任其虚邪 来势凶猛 仍不可病 仍可不病 这还是讲的 正邪之间关系 但是这里头提到的一点呢 好像挺值得注意的 就是突然的邪气侵犯 运气失常 我们就是笼统的知道 说邪痴所凑 齐齐必须 有用没用 很有用 但是广笼统的知道这一点 并不足以 预防疾病 起码 你预防的不会很仔细 只知道我注意锻炼身体 就是错不错不错 当然要注意锻炼身体 一般而言 但是作为医生而言 应该更深入 更全面 更细致 应该有预见性 应该知道 今年气候该怎么样 明年气候该如何 应该有预见 会有哪些图书变化 适当做准备 这在内经里头是有的 甚至要撕碎被误 要知道明年什么年 我要预备什么药出来 要准备什么药 要知道今年的气候特点是什么 今天这个气候特点 以什么类的药物质量最好 我要把它储备起来 这也叫被误 又要知道明年如何 后年如何 我应该作用哪些准备 都不违反撕碎被误的观点 所以我说被误 我从两个角度解释 一是知道哪年的气候如何 哪种药物的质量最好 我要预备 又要知道将要有哪些的传染性的 发作性的疾病 多发性的疾病出现 我要事项做好 有关药物的准备 当然 当这种邪气来的时候 我要知道它的特性 应该主要思路是怎么治 除了按五一六七 知道当年应该怎么样 再结合病人具体情况进行实质 效果会更好一些 哎呀 这个确实是很值得重视的问题 我们以为学了中医就记住了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两虚相得 哪克其行 重要的理论记住了 具体的还得知道 还得考虑 不然的话 突然的疾病发生 我们还有很难应付 弄得大家都很惊慌 这个已经出现了吧 那那个非典已经出现了这么一种状况 其实今年 就是鬼魏年 鬼魏年就是太阴失土失天 就是失气盛 在这个治疗SARS过程当中 有的地区中医发挥的作用比较好 比较大 有的地区中医的作用发挥的就不大 前几天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当中 说是某地的这个SARS病治愈的病人 所谓治愈了 结果骨子疏松 骨折 病理性骨折 长不上了 大量的激素使用 命是保住了 但是呢 留下很重要的残疾 这也是问题 我们有的地区中医的发挥作用比较好的时候 这个留下的后遗症 还没听到报道 但是呢 我们又在广大的相对大的地区内 中医的发挥的作用又不够大 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值得我们反省的问题 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中医理论 认真用处于临床的问题 不是泛泛一读就学到了 应该深入的研究我们中医理论 深入的总结我们自己的临床的经验 所以就这关于虚邪的问题啊 理论阐释 第一点 第二点 是外感病的发病机理 做了几条总结 发病机理啊 下面只是做个总结 几个方面呢 第一是外邪不遇症虚不发病 所谓风雨寒热不得虚邪 邪气不能毒伤人 外气 所以锻炼身体是非常必要的 注意保健 不但是锻炼问题 注意养生 饮食 生活 起居 啊 还有这个 劳逸结合 各个方面 注意养生 保持正气充沛 是不受外邪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是讲的两须相得 乃克其行 刚才我说了 这是我们发病的最重要的理论 两须相得 正气也须 再有须邪 再才发病 是啊 即使是有流行病来 比如就说流行性感冒来了 流感来了 流感来的也不是人人都感冒 正气足的照样可以不感冒 所以这是两方面考虑 一方面是有邪气 一方面要是正气差 正气虚 那么对于我们人自己而言 每个人而言应该注意 使自己的正气充足 啊 不是才可以抵御外邪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适当的免疫的措施哈 这是第二点两须相得 第三点两时相逢 众人肉肩 这是指 外有正常气候环境内部正气旺盛 这内外环境都不存存在发病条件 自然不会有外感疾病的发生 因此两须相得乃克其行 是本解的关键 反映了内经关于外感热病中的 发病的基本观点 所以平热病论又有邪之所凑 奇迹必须 苏问的一篇次法论 又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这是强调正气一面 但是上古天真论也说了 虚邪微风 还有避之有识啊 不是说我正气足了 我什么都不怕了 哪有邪气往哪去了 这不合适 没有必要的话 有必要的话 你就往有邪气那里边冲 还得适当做好防护 虚邪微风 还要防避有识 防避有法 按照正常的去方式 去防卫 去防护 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好 下载消息一下 有会出发 吴网 背有 不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